什么情况,奥特曼开始攻击自己的人间体了 长期的战斗让队长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就连布莱泽也让自己的人间体多多休息 所以才打晕了自己的人间体 无量减少和肌肉萎缩 正常人身上 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再怎么透支身体也要有个度 你再这样下去 会危及生命的 后面的剧情真的是越来越带劲了 我就不剧透了 给大家带来一下布莱泽奥特曼最终的情况 后面的布莱泽奥特曼只剩两级了 但是还是会有特别总集片 本以为没有了 结果还是来了 然后就是七位的收尾之战 一共是两级 二十四级和二十五级 编剧是小柳齐舞 导演是甜口青龙 然后布莱泽奥特曼电影版 也是在昨天发布了最新的预告片 在这个预告片中 这一块的队长变身 不知道会不会有等身战 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一块的 有点是有点有点满软的 有点满软的